上期我讲到《旧约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源自吉尔加米斯史诗 我看很多网友就在下面讨论 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是不是真的 虽然我看很多UP都在极力的证明诺亚方舟的故事有可能是真实的 但我个人是觉得这玩意没什么可讨论的必要 大洪水的故事全世界都有肯定是发生过的 但诺亚方舟就不行了 现在的天主教会虽然不明说 但是他们对这件事的态度已经相当消极了 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咱们就要来剖析一下这件事 首先咱要知道全世界都流传着不同版本大洪水的故事 只不过两河流域流传最广的深类诺亚方舟的版本 这种文化的影响也是有散射范围的 在这个散射范围的外圈 诺亚方舟的故事就被改成同仁创作了 比如艾尔来人就自称是诺亚的后人 在他们的故事中 大洪水来因前诺亚儿子就祈求诺亚带着他们族人一起上方舟 结果诺亚说滚就驾着方舟离开了 说好的雪浓与水呢 可能是因为诺亚儿子不在圣经的记载中属于私生子的原因 好在诺亚的孙女比较有主意 就劝自己父亲说 爷爷牛逼骂呀 不就是认认神吗 咱不认认他那个神 咱自己还不能造一个吗 之后这爷俩就带着族人造一座全新的神像 后来神像还坚显赢了 神像对诺亚的孙女说 嗨 你爷俩也就是死心眼 你爷爷不让你上船 你们自己造一搜不就得了吗 诺亚孙女一听对 就自己见了一个小一些的方舟二号 之后这爷俩听了两个摄小伙儿 外加七七四十九个黄花大姑娘就上船了 三男五女在船上航行了七年 可想而知他们这七年都干了什么 终于在大洪水过后 族群得以延续 那么再远一些的地方 大洪水的故事就跟诺亚方舟没啥关系了 你像中国的大雨之水 印尼是说一条神蛇挡在顶上顶着大洪雾 结果有天呢 神蛇打瞌水把大洪雾给掉海底了 引发了全球的大洪水 那澳大利亚原住民认为 洪水是由一只贪婪的青蛙引起的 一天这只大青蛙突然把世上 所有的水都喝进了肚子里 之后干旱席卷了大地 其他动物马上就要咳死了 其他动物就聚在一起讨论 怎么解决这个事 之后很多动物也尝试和大青蛙沟通 但大青蛙鸟都不鸟它们 此时一只鳗鱼站出来说 我去逗大青蛙笑 它一笑水就从嘴里流出来了 然后鳗鱼就去青蛙面前一顿狂扭 搞得青蛙在那嘎嘎饿 鳗鱼一看有戏就更加卖命的表演 结果用力过猛了 青蛙越笑越开心 越笑越开心 给笑远了 洪水就从它的嘴里喷涌而出 收不住了 那为什么全世界的文明 都保留着大洪水的故事呢 现在地质学家给出的证据 已经相当充分了 从根上倒 是因为在距今120万年前 地球出现了玉木兵器 这段时间天寒地冻的 可以参照电影后天里的场景 在这段时间生物大量灭绝 我们人类也差点就全军覆没了 此时只有少让人类的祖先 在南欧的山洞中找到了些许温暖 从河上来 你现在看到这些山洞中的壁画 就是当时我们祖先画的 就这样过了几万年 直到五万年前 玉木兵器出现了短暂的建兵器 天气逐渐暖和起来 人类祖先才得以从山洞中走出来 但天气暖和也预示着 世界各地冰雪融化 导致江河泛滥 当时的人类可能已经出现语言 又由于这段经历实在太痛彻心扉了 关于大洪水的故事 就在迁徙中不断的口口相传 最终在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版本 之所以苏美尔文明会流传 英雄造船拯救万物的故事 一些地质学家认为 可能因为土耳其多乌拜兹山上 有一块长得很像船的石头 1975年 当现代人发现这块石头的时候 也很激动 觉得这就是诺亚方舟遗址 毕竟按照苏美尔尼版和旧约上的说法 诺亚方舟最终挺快的地点就在这附近 关键是这块石头的大小和样子 也和旧约圣经中描述的大差不差 地质学家还在船身上发现了很多 看上去像木质的纹理 就好像石波境迁 诺亚方舟已经被实换了一样 而且在这个诺亚方舟的遗址旁 还触动了一块看着很像船猫的石头 石头上有个洞 上面还刻着很多石子架雕刻 哪儿哪儿都和诺亚方舟的禁物对应得上 所以一度就被很多人认为 这是诺亚方舟流向的残骸 但96年的一篇问文 算给这块石头盖棺定论了 经过多年的研究 考古学家们发现 之前疑似木质的纹理 其实是橄榄岩的褶皱 而且考古学家也排除了木船石化的可能 因为检测结果表明 这块石头里甚至没有碳元素 并且那个疑似传播的石头 也并不让来自苏美尔人所在的两颗流域 就是当地出产的一块岸山岩 整块船型石 其实就是块火山矿石风化的产物 那这篇问文的其中一个作者就猜测 可能当时苏美尔人 看到这块长得很像船的石头 就附会着 救众生的故事 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挺有道理的 咱们中国的古人不也一样吗 看山上有块石头长得像个姑娘 就说这是望富石 看石头像动物 就说这是猴子光海 天狗望月 神仙植物 所以真没必要把圣经当一部历史书看 很多UP主都在用这种方法推问 就是哪哪找到一个东西 和圣经上说的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就一定是真的 再拍上一个 的音乐 好像发现了什么别人不知道的事一样 这种做法我不是很理解 但也尊重吧 毕竟赚钱嘛 不寒朕 但就是有点傻逼 实际上即便是距今仅有2000年的新约圣经里 好去耶稣显灵那些遗憾就不靠谱的记载 其他的故事也不一定是真的 很多故事其实就是抄的 比如耶稣母亲是处女这一段 抄的就是之前咱们提到拜火教语的密特拉 相传密特拉的老妈安娜西塔是个处女 结果到基督教这就把这个设定 安葬了耶稣的母亲马日亚身上 密特拉死前曾与门徒共进晚餐 用自己的生命给众人赎罪 在星期天复活之后上天堂和自己的父亲相聚 这些桥段是不是听着都挺熟悉的 当然我在这并不是垂基督教 其实人家正统的宗教人士 比咱们这些没有特定信仰的人 拎的要轻得多 甚至有时候还会配合机构打奖 比如2010年香港的一个探险队 也宣称在土耳其找到了一个诺亚方舟遗址 他们还进到了方舟内部参观了房间 房间里还有很多木质结构 里面有绳子 淘气 白色药丸等人工制品 按理说这事宗教人士应该非常上心吧 这次都有物证了 木头也是真木头 至少应该有某个宗教机构站出来整两句吧 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团体为这件事情发生 直到这事闹得越来越大 探险队又是开发布会又是募捐的 一些宗教团体才站出来表示 这事和我们天主教和基督教没什么关系 别以后出什么问题又把屎盆子扣到我们脑袋上 香港的组织听到后非常不服气 还公开表示 凡是宣称这个遗址不是诺亚方舟的组织 都是出于忌妒 最后有些教会实在受不了 联合委同了一名科学家发表了篇文文 文文里说 这个事从最初宣发的时候就存在照片造假 而且他们已经连向给遗迹做鉴定的实验室 实验室表明这个组织送来的所有木质品 都没有通过碳14测量 这篇文文的作者之后还查到 这个探险队隶属于香港一家专门拍摄基督教电影的影视公司 整个事件就是专门针对香港基督徒们的骗局 目的就是为了割他们的韭菜 最后诺文的作者总结到 基督教世界又一次被另一个被大肆渲染的虚假考古学主张陷害了 为什么宗教组织现在会对这种事这么消极呢 因为这种事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消停过 就拿几年前我辟谣过的耶稣果实部为例 实际上历史上宣称持有耶稣果实部的教堂 少说也有几十家 按理说耶稣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次 哪来那么多果实部呢 后来还真有科学家教果真儿 在1979年鉴定了32块果实部 结果测完他自己都傻眼了 因为这些果实部上甚至连低针血都没有 所有疑似的血迹都是用朱砂或者红折图伪造的 我操你好点整点朱血或者牛血啊 还有宣称保存着耶稣圣十字架的教堂就更多了 宗教改革领袖约翰·加尔文在16世纪就说 整个欧洲找不出哪一个教会 穷到没有一个圣十字架残片的地步 甚至许多老百姓手里都有 把这些木头加在一起能装满一大艘船 当年耶稣为了人类的救赎 背着十字架去复死 但现在如果把所有的十字架残片压到他老人家身上 耶稣直接就断气了 根本不需要柜子手帮忙 还有一个更扯淡的就是圣包皮 历史上先后有十八家教会 宣称自己保存着耶稣的圣包皮 而且几百年来这些教会 一直都在对哪块包皮是从耶稣参考人家身上 切下来的争论不休 最后是教皇觉得实在他妈太丢人了 在1900年宣布啊 谁在他妈讨论圣包皮 石就给我滚蛋啊 一律割出教职 这才算消停了 那么现如今也是一样 如今宗教已经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就是解释精神世界 而且这是宗教主动选择的退缩 圣经中的故事真真假假的 但并不影响全球有几十亿教徒 就算没有诺亚丰州 耶稣不曾施展神迹 也已经不会影响到教徒们 用宗教的价值观去生活嘛 毕竟谁也不是看了耶稣的故事后 觉得耶稣真牛逼 然后去信教的 圣经中出现的内容 都可以拿对应的象征意义去解释 那一味的去寻找圣经是真实的证度 表面上看的好像是在维护宗教尊严 实际上是强行让宗教战船还解释一切 也许某天突然出现了一件事 宗教园最后仅剩的那片精神恶土 都守不住啊